今天早晨六点左右 温家宝在诸日大使王毅的配同下 来到了宾馆附近的戴戴木公园 身穿一件印有北京奥运标志的运动服 温家宝的出现让公园内晨练的市民有些诧异 看到温家宝向他们跑来并友好的伸出手 一些晨练的民众立刻停下脚步 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 我是温家宝 温家宝还询问了东京市民 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感想 随后又会一位市民一同打起了太极拳 做起了身然体操 温总理对这位晨练市民说 自己在年轻时也曾打过篮球和棒球 希望明天去京都访问 能有机会和日本大学生切磋一下 一次同普通民众面对面的交流 频频登上了今日日本媒体的版面 他对于温家宝出访时平易近人的形象 日本前首相海部郡树 用羡慕和钦佩量的词来总评价 而在访问日本前 温家宝也曾在韩国首都首尔的汉江边上 同当地民众一起沉练 温家宝自己说 这些虽说是小事但也是大事 这就是外交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 多交朋友 东方卫视特派记者顾群 严向力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